仔细看,一只猛禽居然抓住了一头猪,然而这可不是普通的猪,而是火遍非洲大草莲的神兽游猪。 你很难想象游猪在非洲有多么强手,它拥有无数狂热的粉丝,食肉动物们对它简直就是如痴如醉。 看看下面这些精彩的镜头吧。 游猪要么在奔逃的路上,要么就是在厮杀的现场,杀猪的叫声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 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姓猪吗? 游猪能在这样凶险的圈子里生存下来,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。 能在这里活下来,游猪当然有它求生的绝技,锋利的牙齿如同两把利鱼。 它虽然身材矮小,但是奔跑起来,那是相当的拉风。 吉尺的速度和灵活的步伐,有时候就连狮子和豹子都自叹不如。 游猪真正的看家本领,还是钻到洞里逃生。 游猪不仅钻洞的方式与众不同,而且还是打洞的好手。 锋利的獠牙和坚硬的嘴巴子,关键的时候还真能用上派场。 可是有会挖洞的,就一定会有盗洞的家伙。 瞧瞧下面这些食肉动物们,有多么搞笑吧。 为了抓到游猪,它们也练就了浑身的盗洞本领。 这些可爱的动物们,到处在盗洞。 游猪挖到哪里,它们就盗到哪里。 有狮子在挖,也有豹子在挖。 有的在沙土里挖,弄得乌烟瘴气。 有的在草原上挖,搞得浑身是泥巴。 有公的在挖,也有母的在挖。 总之就是不停地挖哑挖,不挖到猪绝不算完。 有单狗挖的,也有一群挖的。 狮子挖也就算了,就连野狗也干起了盗洞的买卖。 有时候,这些动物们玩累了,干脆就来个手动带猪,看看这群狮子。 也不知道一头猪能不能填饱它们的肚子。 这头花豹一直在蹲上。 花豹有的是耐心,不信你老猪不出来。 花豹是独行侠,不得不说,花豹抓猪的本领,确实技高一筹。 这群非洲野狗太喜欢油猪了。 它们凭借自己的努力,靠团队的力量成功拿住了一头油猪。 悲催的油猪终究会被野狗慢慢地蚕食掉。 然而,这种场合总感觉缺少了一位吃把王餐的主角。 那就是远近闻名的老赖,非洲猎狗。 不断在这里混得风生云气。 不仅如此,就连更厉害的狮子,猎狗仍然不放在眼里。 这头母狮凭借异己之力,不获了油猪。 这头油猪已经一命无呼。 狮子还没等开餐,猎狗又来抢了。 母狮愤怒地撕打猎狗,可是又有什么用了? 你打你的,我吃我的。 你的就是我的,我的还是我的。 不得不说猎狗这种拼命抢犯的精神,确实令人佩服。 若不是狮子拼命守护,还说不定白猫活了一场命。 油猪的肉有多么香,油猪的命运就有多么惨。 它要么死在奔跑的途中,要么死在自己挖好的坟墓里, 要么被活生生地分解,要么叫奋起反击。 我老猪也是有脾气的,谁说我就会逃。 我发起标来就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么猛。 油猪尖锐的獠牙,就像两股钢叉。 若是不小心被挑上,说不准还真就要挂了。 看看油猪的反击有多么。 油猪发起诺来,也不是盖的。 曾经追着自己四处奔逃的这些家伙, 有时候也不得不造的灰头土脸。 动物世界千千万,油猪也有疯狂的时候。 每种动物的生存都充满了艰细。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非洲大草原上, 食草动物的生存更加艰难。 野狗、狮子、猎狗、豹子都是油猪最大的天敌。 然而,就连同是食草动物的大块头们, 有时候也在暗算它们。 有人欢喜,有人忧。 在夹缝中生存的油猪实在是太难了。 我虽然是投猪, 可我就是杀不绝的猪坚强。 油猪紧急倒车入库, 技术稍不熟练, 他就将隐恨西北, 一群狮子奉旨来查办他的老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